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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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大衣不仅颜色很特别领口设计和口袋设计也很精彩 Oversized的版型把他整个人都称得娇小 又气色 十足纵浅之间大衣领口设计 太特别了搭配墨镜 贝雷莫英伦信心十足 贾斯汀比佛为婚妻海里这种格文混呆的方式 实在是美到腰间了呢 三分钟 由琴迪化身他的小弥媚格文款的风衣则更为优扬 常常伴有收腰设计和最热身 风衣外套 只是多了腰间的修腰设计 就轻易的将和碎的高贵有甲器自称脱出来格文衬衫 更是人手一件单品啦 尤其是李光男最爱可是从小学穿到现在呢 纯色的格文 想要是毛起来 是最需要和李运用搭配的 比如这种内外叠穿衫加位移的方式 或是旋款的时候多一些小心机 可以学成利隆 这种不同格文混色拼接款衬衫 或者避免出现大偏格文 而是纯色衬衫拼接格文图案的方式 又或者学习各这种格文拼接字母款衬衣 而且穿法上来说也有大讲究 那就是 塞起来 常见的做法是整个塞进裤子里进阶做法 是指塞一半更加时髦 不想要这种英朗英伦风 或者宋祖儿这种学院英伦风的宝宝 可以试试格文成沙家裙子 那他配优雅又帅气 要舒格文上衣 经常给大家一种刻板的感觉 格文图就是跳脱的代表了跟常规的黑白灰裤子一样好呆 却很容易就在人群中出彩 韩啸周简单的上装搭配一条经典的苏格兰格文图 再配上绿色跟红色固字状色搭配 很多宝宝可能都会觉得格文图很难搭配 其实不啥 像马思纯和张天爱这样选一条颜色跳脱的格文图 哪怕搭简单的白T都好看 或者像菊姐一样选一件同色系的纯色TZ用亮眼的腰包和影光色鞋子搭配 想要显高的宝宝还可以选择短上衣交高腰格文图搭配选一件纯色的体 或者铜花纹的短上衣搭配分分钟腿长一米八十高有优势的宝宝 也可以像大表姐刘文一样用长衬衫搭配格文图 条文元素跟格文元素完美碰撞 格文配饰比起衣服来说比较没有季节局限性 任何季节都能搭得很应景 很多宝宝都应该和我一样平时很少注意到格文配饰今年秋天 算是被不少宁星街拍 种了一大片格文配饰 那草原就单单格文帽子来说是怎么做到把格文这种刻板元素做到如此优雅和娇俏结合的地步 格文包虽说不局限于秋冬大跟风一和大一就是绝排呀 秋天随便搭挑裙子 你本人就是优雅两个字的最佳解释 另外秋冬专属的配饰要束格文围巾了 格文围巾和格文衬衫算是格文元素中的两大巨头 几乎人手必被搭品想在沉满的秋冬夺得一丝生气 就不能错过一条脸色的围巾了 格文最美的地方就在于不受潮流的冲击复古的有品味 优雅的有讲究而修天 就是穿格文的最佳时机经典的才是永恒的宝宝 你要闪走在潮流的最前端 那就赶紧入手格文搭品呀 不说了 切满内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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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出来rac củastal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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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谅